大家好,我是B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日本爱情电影 爱情是什么? 女孩山田在28岁那年 遇到了她所期盼的爱情 说来奇妙 五个月前 山田辉子参加了一场朋友的朋友的婚礼 在派对中 一拜地结识了男人天中手 因为都融入不进派对 所以两人互生了亲近感 最初 辉子只是被天中那双好看的手所吸引 却没想到 这一眼 便是一生 这天 辉子夜晚接到田中的电话 原来是田中生了病 想要辉子顺路买点吃的送过去 爱情 总是能让人甘之乳疑地为另一个人着想 辉子自然也不例外 他听到田中生病 立刻快马加鞭地去买了吃的 亲自给田中下厨做面 又顺带着帮田中收拾了房子 做了垃圾分类 但显然这份爱情只有辉子自己深陷其中 田中见辉子迟迟没有离开的打算 便直接强行 将辉子赶了出去 而此时的辉子 因为身上的钱都买了菜 所以他只能不行走回家 但由于路途太远 走不动的辉子 只能临时打电话 求助好朋友叶子 到叶子家中睡了一宿 叶子听闻了田中的事 替辉子纷纷不平 毕竟田中晚上让一个女孩去送饭 又将人赶出来的举动太不人道 可即便如此 辉子仍然百般为田中辩解 对于他来说 只要能让他见到田中 就是一件再幸福不过的事 辉子将自己的全身心都投入到了田中的身上 即使他们两人没有确定关系 一周可能一次面都见不上 为了防止错过田中的消息 辉子无时无刻不守着手机 达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 以至于工作上不断地出现纰漏 倒在这种等待并没有持续多久 田中就为了答谢生病时 辉子对自己的照顾 邀请辉子一起吃饭 两个人从天黑吃到天亮 分别前 辉子顺理成章地和田中去了他的家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透过窗户照射在两人的身上 辉子从来没有哪一刻 比现在更希望时间能过静止 之后的几天 辉子和田中两个人一起起床 一起吃饭 一起逛街 一起去动物园看大象 田中说 希望自己33岁的时候 来当大象饲养员 辉子听后不禁流泪 因为他预想到 田中33岁的生命中 也会出现自己 马上奔三的恋爱 不是从说我喜欢你 请和我交往开始 而是这样毫无缘由的随意地开始 辉子这样想着 只觉得此时此刻的自己 是无比的幸福 当然 有得必有失 辉子获得了幸福 他也顺带着丢了工作 但辉子是个极端的人 他的人生只有喜欢 或者无所谓两种状态 所以除了田中 其他的事 他都无所谓 失去了工作 反而能让辉子 把更多的时间 投入在田中的身上 就这样 辉子买了口双人锅 又将田中的家里 收拾得津津有条 俨然提前步入了家庭主妇的行列 看着自己被谍放 整整齐齐的袜子和衣服 田中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隔天一早 田中便早早地叫醒了辉子 原因是 田中要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他不喜欢自己出门后 还有人待在自己家 简单来说 田中再一次 以一个侏略的借口 将辉子赶出了自己的家 从那以后 田中就再也没有联系过辉子 冬去春来 转眼间这一年就到了尾声 万物复苏之际 辉子为了生计 也开始寻找新的工作 可好巧不巧 面试新工作的第一天 田中打来了电话 而爱情胜过一切的辉子 当然是拒绝了工作 光速向田中吠奔而去 翻桌上 辉子结识而女人紧姐 和辉子这种类型不同 紧姐出烟 衣服也穿得乱糟糟 身上有着一种 混迹社会的脾气 并辉子不安的是 田中似乎喜欢紧姐 因为她的眼睛里 总是倒映着紧姐的影子 一如她自己的眼睛 也硬着田中一样 不知道过去了几天 辉子意外接到了紧姐 邀请她去喝酒的电话 猜想着田中也会去 辉子毫不犹豫地去到了酒吧 没想到紧姐根本没叫田中 辉子灵机一动 借紧姐的名字邀请了田中 田中片刻之后就赶了过来 脸上带着辉子 从未见过的开心和讨好 辉子终于确定 田中喜欢的人是紧姐 毕竟 田中那百万讨好的姿态 是个人都能看得出端倪 按理说 辉子应该非常讨厌紧姐 但奇怪的是 对于紧姐 辉子却是怎么都讨厌不起来 或许是因为 她与田中的每次见面 紧姐都会叫上自己的缘故 辉子这样猜想着 日复一日 辉子 田中和紧姐 就这样一直 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相处着 因为田中的一个朋友 有一座别墅 所以 他们一直都想着 有时间可以去别墅 举办个派对 这个计划很快 就被田中提上了日程 只不过起初约定 要来的人一个都没来 辉子想要叫上朋友 叶子一起 但叶子对这种聚会 一直不太感兴趣 所以 就叫上了仲元 陪辉子一起 至于田中 虽然嘴上说会叫上朋友 但辉子明白 其实他只是 想单独与紧姐独处 说起仲元 他的经历和辉子 像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辉子喜欢田中 喜欢到为他付出一切 仲元喜欢叶子 喜欢到无可救药 爱情总是能让人冲昏头脑 虽然有少数人能让自己的理智 概括爱情占据上方 可明显仲元和辉子 多不是这类人 夜晚 辉子 仲元 以及谨姐和田中四个人 围坐在一团吃饭 半桌上 免不了聊天打发时间 作为过来人的谨姐 看得透辉子的心思 也看得穿 田中对自己的喜欢 但不知是不是第一次 与仲元见面的缘故 听闻了仲元喜欢叶子 叶子对仲元爱搭不理 而仲元却仍在叶子身边的事情 仲元总觉得不可思议 爱情中多半是终于打黄盖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东姐却不这么认为 自顾自的下结论 是叶子给了仲元希望 断言叶子是个坏女人 当然 这场对话 最终在不太欢愉的气氛中结束 时间 永远不会因为人 而停止她前进的脚步 为了跟紧时间的步伐 人们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 隔天夜晚 仲元约了辉子出来 令辉子意想不到的是 仲元今天来找她的目的 是想告诉灰子 她打算放弃喜欢叶子了 所以 以后估计也不会再见叶子和灰子了 正所谓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自上次别墅一行后 仲元就一直在思考金姐的话 曾经 她一直待在叶子的身边 只希望叶子在孤独寂寞的时候 能想起自己 但事实上 叶子根本不会无缘无故地感到寂寞 或许寂寞的时候 想到的人也根本不可能是她 听了仲元的话 灰子虽然震惊 但更多的是可笑 人这个生物总是十分奇怪 当自己做一些事的时候 只要有人陪同 自己就会心安理得 相反 内心就会充满焦躁和不安 为了安抚这缕焦躁 昨天一早 灰子就来到了叶子家中 询问叶子为什么不珍惜种源 询问叶子是否 也会时常感到孤独寂寞 在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之后 灰子悬着的心 才放松了下来 似乎终于为自己 找到了继续守护田中的理由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 为了生活 灰子不得不告别 无业游民的行列 找了一份在导堂 打扫卫生的工作 灰子的同事 看出了灰子心存心事 给他分享自己的经历 开刀灰子 可偏偏 每当灰子 要步入自己正轨的时候 田中就会出现在灰子面前 清晨 灰子还未起床 田中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和以往不同 灰子回答的声音中 少了份热情 多了份疏离 他以生病为借口 推脱了田中的见面 却没想到 田中已经在他家楼下 田中给灰子做了碗面 场景和那天田中生病 极为相似 田中说明了他的来意 原来 在不久前 叶子打电话给田中 称田中这种自己 为了见紧姐 就把灰子约出来的举动 太过过分 所以他准备 不再与灰子见面了 灰子深知 是自己那天的举动 才让叶子打了这通电话 几个呼吸之间 灰子就确定了 自己的内心 以及自己想要的 他不紧不慢地起身 背对着田中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掩饰自己的心虚 灰子告诉田中 他是那种 会因为别人喜欢自己 而喜欢上对方的人 喜欢田中 也只不过是 感觉田中喜欢自己 而现在 他对他的那份感情 早已经淡了 田中听后如是重负 要是这样的话 他们见面也没什么问题了 而这也是灰子心里所期盼的 好像什么都没有变 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这天 田中约了朋友沈木 以及灰子和金姐见面 灰子盛装打扮 只不过不知道 是打扮给田中看 还是自己看 翻桌上 灰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神木 仿佛 他已经深爱上这个男人 倒无法自拔 反后 灰子跨着神木的胳膊 两人在饭桌上 早已经达成共识 要成田中之美 让他与金姐单独相处 灰子脸上笑得灿烂 但心里却是冰凉 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是个极端的人 人生只有喜欢和无所谓两种态度 而这种无所谓 当然也包括自己 他呀 只要能时常看到田中 守护在他的身边就够了 爱情是什么 我想没有人能够说得清 有人觉得爱情是一道 让自己义无反顾撞的南墙 是黄粱一梦的空欢喜一场 又有人觉得 爱情只是生活中的一道条未继 那么在你的心中 爱情又是什么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B哥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